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星期视频呢 我留下蛮多不足的 短短十几分钟我想要分享完我这三年的经验 其实是有点勉强的 有很多朋友留言吗 说觉得我讲的其实不是很具体 他们希望了解到整个创业过程中 真正遇到的具体的困难是什么 比如说在校园做生意有没有什么宣传技巧 再比如说我自己是怎么样去学会做推送 是如何选择第一台炒酸奶设备的 前期到底该准备些什么 我今天呢就不想跟大家讲一些大道理了 主要就是从现实出发去告诉大家 在我这三年的创业过程中 我是怎么做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以及我最后达到的成果是什么 为了方便新来的听众呢 我还是会花几分钟简单的去口述一下我大学时候的创业经历 因为我戴了牙套嘛 所以那个脱槽会一直勾住我的嘴巴 所以我今天的嘴巴在讲话的时候显得有点用力 OK 我们创业呢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我管它叫尝试期 第二个阶段我管它叫突破期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期 今天的视频内容主要从突破期开始讲起 我们当时嘛租了一个店面用作厨房 那个地方最大的好处就是第一点租金便宜 第二点就是面积大 第三可以办理卫生许可证 上期视频有很多同学问我 就是你在校园里面跟其他商户进行合作的时候 需不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 这个是必然的 校园里面的卫生管理呢是要比校外更加的严格 因为它毕竟是关系到年轻一代嘛 是肯定要办一些必要的证件的 我们第一次和别人签署合同的过程 其实不是很顺利因为我们被骗了 我们当时给了人家三万块钱的转浪费 你们知道转浪费是什么吗 转浪费呢其实就是其他租户在合同期内 可以将店铺转租给别人 连同他的装修购买的设备等 一并都给到下一个租户 这样的一种费用就叫做转手费 地段好的地方呢转手费可能需要二十三十万 普通一点的地方转手费也需要一到两万左右 没有跟你们开玩笑 就是在我附近这个大学的商业范围内 最贵的就地段最好的那个商铺的转手费 我曾经听说过有人出到二十万左右 我们当时就是给了对方三万块钱的转手费嘛 但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租完这个地方之后 他三个月内 不到三个月吧 这条街就被抢就被拆掉了 变成了一片废墟 我这里给出几点关于你们如何租店铺的忠告 首先你要确认一下对方和原房东的合同内容 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具备转租的权利 第二点是你要确定你的免租期 免租期是什么意思呢 当人家给你的店铺是一个比较毛配的地方 那么你就需要对这个店铺进行改装啊装修啊等等 这样的一个装修期其实是可以在房租里面免掉的 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要跟你的房东争取这个权利 第三点拆迁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大坑 对吧 作为原房东以及二房东他都很有可能 向你隐瞒说这个店可能要被拆掉的事实 你得和对方去确定在未来时间内 关于店铺洞签的问题上你们要有一个协商 到时候出了问题人家才不会撇清责任嘛 第四点就是每年的租金会涨多少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一般好的商铺呢它每年都会有递增的做法 按照我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嘛 每年房租会有一个10%的递增 这个你首先要了解 等等还有很多就是签和同需要注意的事项 但是这个话题我应该要终结了 因为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讲 但是大家有疑问的话其实可以私信我问我 如果有看到的话我会那个的 我会回答的对吧 还是回归到我做的项目上来吧 我选择的项目是炒酸奶 三年前呢我们第一次为产品设计包装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看是非常丑的 那时候呢我们为了让人有一个记得住的名字 我就决定把品牌名叫做ecap ecap翻译过来就是ebay的意思 当时我们的竞争者 他们的包装用的都还是透明的杯子 他们最喜欢的名字就是什么什么家 什么什么小姐的炒酸奶 当时那个时间呢为了给自己的产品拍产品图 我就去百度数学了美食摄影 怎么摆盘怎么调灯光怎么修照片这些 然后这几张是我们第一次拍摄的图片 现在来看其实也还是过得去吧 我个人觉得我俩还是蛮有艺术细胞的 接着呢我们就一路学习一路进步 逐渐的去改良包装 你们看到的这一版本是2.0版本 看起来就更加大方了一点 由于它是一个球形的杯盖 所以难免在输送路途中这个杯盖就会撒开嘛 为了达到美观性以及功能性 我们就尝试在杯盖上放置封条像这样子 同时也把它当成了一个广告位 在上面写上了我们的售后客服的微信 我们的slogan等等 包装成本虽然是一点一点在增加 但是顾客的喜爱度它同时也在提升 OK然后现在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们产品包装的2.5版本 为什么是0.5不是3.0版本呢 因为它只是一款白色情人节 特别定制款的杯套而已 紧接着你们看到的这一套是3.0版本 3.0版本其实我们用了有一年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用的这一个版本的包装 我记得就是前些去年的时候吧 网络上不是比较流行蒸汽波元素吗 所以说我就把我们的包装也添加了一些蒸汽波的元素 就搞成了这样 我觉得还是蛮受女生欢迎的 后来我们计划去开拓市场 想要把e-cup带到隔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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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去 做了一份调查才发现说 那你的物价特别低 它一杯奶茶就卖5块钱 一顿饭10块钱左右就能下来了 我们产品当时的售价是13块钱一杯 我觉得人家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说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我们推出了小杯的size 价格调到了6元 最后也是迎来了预期中的成功 之后我们的产品线也开始慢慢的丰富了起来 水果茶冻酸奶 还有你们可能见过或者没见过的泰国酸奶卷 其实我觉得在当时吧 我感兴趣的好像并不是赚钱 而是说借用这个产品 借用这个渠道这个平台去表达我对审美的一种见解 我当时迷恋上了给产品设计包装 我喜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海报 我喜欢给东西添加细节 比如说我们从泰国街头小吃学的这种小棋子 你们可能见过 韩国好像也蛮多这种东西的 还有当时很流行的 但是却让人误解的这种一次性的包装手套 后来我还专门刻了一个印章 在杯子上盖盖盖 很有成就感 不过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 所以说在设计这一块并没有很系统的学习 都是靠PS频频凑凑写写写画画的 给大家一起欣赏一下我俩设计的店铺 好 在开实体店之前呢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非常简单的 请几个学生兼职 帮忙制作包装和送货 送到合作点 我们最开始的合作点是这样的 那么听到这里大家应该会产生很多疑问 第一 草双来自的东西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学生兼职难道不用培训他就能上岗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们难道不怕别人偷学了 然后自己去做吗 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和别人谈合作 草双来真的不难 我们同时也在尽可能的让他流程化 简单化 我记得我女朋友当时写了一个操作工序说明 以及我们自己亲自上场制作了一个教学视频 这样子一来呢 大部分的学生兼职他一天就能学会这些操作 所以说员工的可代替性是很强的 之所以选择学生兼职 而不是社会上的长期固定人员的原因是 处于校园这样的商业环境 我们更需要学生群体的意见去帮助我们的产品进行改善 本身自己身为创始人的话已经很难转换 思维去站在顾客的角度 给到自己一个正面的反馈了 那段时间嘛我们最难请的其实是送货的 就是送那个炒酸奶的外卖员 因为呢一个外卖包里面我们需要放三四十倍的炒酸奶 有时候还要三四个那种冰袋 并且需要自己用自行车来回送 路途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短 不过就是请不到人嘛 没办法 最后就是我自己来送的 最后就是我送 那当时就在附近的市场买了一个二手的这种 破破烂烂的电动车 我就天天在那边骑啊骑啊 就是当时也没有害怕说会被人看到什么的 就觉得还是蛮快乐的 但是提东西的时候真的很累 我需要提的大概有四五十斤嘛 三四十斤的那个外卖箱 每次都提到那个带瘦点的冰箱啊 一杯一杯摆放进去 破烂之后呢要给别人确认口味 确认杯数 然后签上你的名字 整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小时左右 然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全身都是汗 然后就是非常辛苦嘛 第二个问题是 你们东西不怕被偷学吗 首先呢我们的配方式已经 我们自己调制好了 才给到学生兼职 让他们去进行加工的工序 所以说秘方呢 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去和人家谈合作 人家凭什么愿意和你合作呢 这个其实要根据你的产品去进行选择 如果呢我是卖饮料的 我可以考虑和烧烤店合作 如果我是卖代餐的 我可以考虑和健身房合作 但是如果我是卖草酸奶的呢 我应该和什么合作 其实我觉得吧 草酸奶和什么都搭 所以说我当时和什么店都谈了合作 前期没有经验嘛 一上去就跟人家说 我是大学生创业 可不可以支持我一下 我就是我只想在这边放一个冰箱 很小的一个月电费也只要三四十 非常的真诚 当时第一次谈下来的租金是400块钱一个月 而且还是签了合同的那一种 大概过了一个月吧 总之就是我们的生意 我们生意的火热程度呢 超过他们的预期了 很狗血的事情是 第二个月 人家要求把租金涨到一千二 400块钱到一千二 当时我们俩很年轻嘛 年轻气盛你知道吧 就觉得这个要求也太过分了吧 觉得你这不是在坑我吗 本来才400块钱 才刚一个月就升到一千二 如果以我现在的心态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的话 就算给3000块钱的租金 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 最后我们就一致达成了 每个月先用800块钱试一试吧 说是这样说啦 我们自己这边觉得委屈 人家其实也不满意对吧 然后呢第二个月 我们的冰箱每三天就断一次电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冰淇淋类的东西 就全部融化了 有时候一天几百块钱的库存就这样没掉了 损失很大啊 得不偿失 我还不如给你一千二的月租呢 和气生财嘛 后来呢我们有了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的合作商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到了第二个月 就会给我们涨租金 你签的合同也没有用 因为人家知道 你也不会拿着这个合同去告他呀 对吧 就是一些纸上谈编的东西 记得也有更过分的商家 就是他看我们卖的好 他都不跟你提任何要求 直接跟你说 下个月我们不合作了 你知道为什么不合作吗 因为他自己买的机器 他要自己做 就靠着我们之前留下的那些知名度 他想要自己去卖草酸奶 你和合作商之间呢 你们一定要达到一个 共赢的平衡点 你们才能够有长久的合作 后来我们就参考了这么一个案例 东北大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它是还有一张大庆市一家 叫做红宝石的公司生产的一种 冰淇淋 它就是那种真正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商业模式 东北大阪他给到他合作商 也就是批发商的条件是非常优厚的 他会给人家提供这种冷柜 其次呢他还会每个月补贴给人家 60块钱的电费 他一根是卖3块钱 然后批发商的进货价只需要1块8毛钱 也就是说那些合作商他每卖一根 他自己就能赚1毛2 很少有合作商会拒绝这样子优厚的条件 因为这是属于一种不干白不干的吧 对吧 像他这种案例呢 和我们当时 和我们当时 我们的做法比起来就是天差地别 我们是一分钱都不想给到别人 人家是巴不得提出优厚的条件 让你跟我合作 所以说我能感觉到 这种就是小商贩和大企业之间的不同点 我们就是那种小商贩 首先他是一个大公司嘛 他自然会有一些低成本的渠道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双赢 他自己赚的时候 他同时也在带领着合作伙伴赚钱 不过他成功的因素肯定是不止这一点了 道理是一样的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在创业 在工作 在学做人的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原则是你要懂得回馈 你要懂得分享 回馈给你的合作商户 回馈给你的员工 回馈给你的顾客 这里给大家提一个行 也是我们比较后悔的事情 我们当时收益不好的时候呢 第一个想法其实是去裁员 去给他们增加工作压力 减少他们的工资 还要他们表示理解 反而生意好的时候 却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福利 是不是应该给我提一点工资 这的确是出来创业的人 都不懂的一个地方 就是换位思考 这是很多人创业失败的原因之一 他没办法摆正心态 去和他人分享成果 我慢慢的也发现了 凡是那些懂得分享的人 他们越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信任 身边的人呢也会愿意为了你把这件事情做好 潜移默化的你的机会也会越多 所以说你要经常去观察你所在行业的人 那些领先的企业